所以这是现在西方的经济学 一个误导人的地方 就是真正你要达到共同富裕 不是比赛随着收入高 而是比赛随着成本低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收入越高 说明什么 你的工资成本越高 然后你的国际竞争率就越差 如果我的生活成本低 那我的这个产品的竞争率就大 然后我又把市场给占了 我老百姓生活又满意 就是这个华为和小米发布会以前 我还非常忧虑 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个下行 因为房地产货帽的原因 会不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这个很大的压力 也是西方很多 这个外资撤出中国 然后跑到印度去的这个原因 但是我看了这个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以后 我就发现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 你看革命战党那些领袖都是终身制的革命家嘛 然后才能有长远的眼光 如果他们像西方一样这个四年一选举 这个后人推翻前任的这个建设方案 他根本不可能后来去上永远受 西方这个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这个弃压 对不对 你看全世界道理 我讲全世界都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讲如果台湾的老百姓也吸取大陆和台湾的这个经验 和世界的经验 那两岸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我讲很简单 回到深中山了 我觉得蒋介石从中国大陆到台湾 他所带来的东西您刚提到了 除了黄金啊 除了文物这些 有大批大批的精英人士 专业人士 造成的在台湾这个小岛上 我不敢说一定是对 但是我相信是对的 在中国历史上 可能没有那么高密度的精英人士 居住在这么小的面积上过 所以说你 他这是一个前菜 然后到了 实际到了 任何的发展 我也是陈老师知道 任何的发展 任何的公司的发展 最重要的不是 不是你的资本有多少 而是你的人才有多少 对吧 您刚刚也提到 中国这个人才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有了这个人才做本 然后他才能该发展 才能发展出来 但是这个事情在台湾 没有人谈 也说不定没有人敢谈 因为这个政治不正确 但是这个事情呢 现在全世界已经发展到 刚刚这个我讲到的这篇文章 全世界已经过半的老百姓 是在这个民主制度之中 然后这个作者 他自己也讲 这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老百姓以为 他可以自由选举 但事实实上 他没有自由选举 他这个局是已经做定了 这是 我觉得 这件事情 回到 陈老师你刚刚讲的事情 就是 这个世界必须要变 因为这个情况 不可能永远这样子下去 老百姓总有一天 会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应该要改变 但什么改变 我自己不知道 他是拿那个麦当劳的汉堡包来做的 对对对对 他认为全世界都有那个汉堡包的这个店 然后就看各个店的那个价格的差别 就作为这个购买力的这个评价差别 但你要知道这个汉堡包在美国是最低档的这个食品啊 在中国可不是啊 中国这个这个汉堡包是这个中党的食品 我要吃一碗这个面条的话 比汉堡包便宜多了 所以我这个生活成本要比那个美国低得多 所以这是现在西方的经济学一个误导人的地方 就真正你要达到共同富裕 不是比赛谁的收入高 而是比赛谁的成本低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收入越高 说明什么呢 你的工资成本越高 然后你的国际竞争率就越差 如果我的生活成本低 那我的这个产品的竞争率就大 然后我又把市场给占了 我老百姓生活又满意 这个道理和我们这个 比如说你住在这个生活赛 这个这个小的城市里面 比你住在这个洛杉矶和纽约 咱们日子好过得多吧 我在奥斯顿也比休斯顿好啊 所以你就知道要实现共同富裕 不是比赛高收入 而是比赛低成本 什么样的低成本 你住在乡下和小城市里面 那个生态环境好 然后呢这个生活不紧张 我们还可以聊天 对不对 还可以听音乐 比你天天在洛杉矶堵车 堵了两个小时在车上 动不动脚 拔枪日子好过多了 我没有跟你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只知道是个问题 我跟你谈了这个问题之后 经过您的开导 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大 而且相当的重要 对对 我希望这个问题在2024年 我们今天谈的内容也能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 2023年讲完没有 2023年我只讲到了这个经济游戏了 OK 我们非常乐观 超乎意外的乐观 就是在这个华为和小米发布会以前 我还非常忧虑 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个下行啊 因为房地产货膜的原因啊 会不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这个很大的压力 也是西方很多这个外资撤出中国 然后跑到印度去的这个这个原因 但是我看了这个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以后啊 我就发现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 第一条 华为和小米的高档的那个产品一发布 那是很贵的东西啊 马上就被抢购一空 还要排队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现在以前一阵还在担心 怎么能够拉动消费啊 好像老百姓手上没钱呢 老百姓手上钱多的是 主要是没有好的东西可以买 然后你现在一发现 哇 高端产品出来了 而且中国人做的 好铺上去买高端产品 还加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个情绪 马上我告诉你 就把这个苹果的那个产品的这个市场份额 和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就会挤下去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经济 老百姓有的是这个消费能力 而且是拉动高端消费 这第一条 第二条 所有这些这个中国的前沿的科技 比如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不光是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 对不对 还有这个马云也有好一些 他要去做这个农业 要以这标准都是小孩长一米八的个子 农业也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个领域 然后习近平讲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说的就是农业问题 这个农业问题不是以前的小农经济的问题 是一个科技投入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未来是绿色经济的话 往绿色经济里面投进去的这个投资和科技人才 也是空前的规模 都不是现在的本科生能解决的 那你都得要这个研究生 很多大学生要去回炉去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中国经济下一波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狂潮 我认为这个投资就不是以前的 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 十年二十年都不回来钱的 已经不是这个了 你看现在中国民间投资的这个规模 都是拼了指标 都是三年五年之内 要在世界上做成前五名 小米的说法 他要进入前五名 以前马云的这个熊星 还是要做百年的企业 所以中国现在民营企业家 这个熊星 完全不是现在西方看衰中国经济的 那批观察家 他们能想得到 他们可以比的 是当年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创业能力 现在我已经看不到 这个几个有多少个像福特那样 创造能力 现在我能看到的 佩服的就是马斯克 特斯拉 然后马斯克现在在中国的投资规模 也巨大呀 而且中国让这个马斯克在中国的竞争 带动了一批民营企业起来 这就比美国 把中国企业排除竞争者 想关起门来这个维持霸权 你说谁的气魄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话题 就是说在这个科技和经济后面 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system 我们讲的体制 然后西方人吹牛说 他的这个民族要比中国的这个威权也好 专制也好 好像更有生命力 我就笑起来了 他们这个说法 还不如这个台湾的朋友 我看最近看台湾这个总统三个党竞选 对不对 大家都承认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蒋经国的时代 蒋经国的这个经验是哪里来的 从中国大陆学去的 蒋介石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 没搞土地改革 吸取大陆的经验 在台湾搞土地改革 在台湾搞基本建设经济园区 搞经济园区的 都是大陆带过去的工程师 科学家 对不对 李国鼎 你说说现在讲台湾经济的起飞 如果没有蒋介石 把大陆的这个精华 把科技人才 还有外汇储备 连那个故宫 那个国宝都带到台湾去 台湾今天还是一个边缘的这个小岛 当年日本人给台湾留下什么 非常少 这个这个 只许台湾人学医学农 对吧 现在想要台读的都是医生 里边有学功学礼的 没有 都是日本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哪怕台湾的老百姓 也明白一个基本道理 在这个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 这个后起的国家 要和发达国家竞争 你没有军事技术的优势 你靠的是什么 一定是靠的 集中兵力打截灭战 然后你就会发现世界上 能够后来居上的国家 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军事政权 所以你看这个 埃及的纳赛尔 对不对 全是军事集权 包括蒋介石本人也是 蒋介石不搞军事集权 他可能统一中国 统一中国也被西方的 各国列强瓜分 对不对 第二 那就是列宁和毛东的发明 就搞革命政党 你看革命政党那些领袖 都是终身制的革命家 然后才能有长远的眼光 如果他们像西方一样 四年一选举 后人推翻前任的建设方案 他根本不可能后来居上 永远受西方这个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这个欺压 对不对 你看全世界道理 我讲全世界都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讲如果台湾的老百姓 也吸取大陆和台湾的这个经验 和世界的经验 那两岸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我讲很简单 回到深冬山 三民主义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接受的话 然后两岸合并统一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回到现在西方去的 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这个民主 那你就是胡闹 下一届推翻上一届的政策 在原地打转 然后这个金不如戏 现在你去看看仔细 看看台湾今天的建设程度 能够比得上金国先生时代 根本比不上 当年他在上海打老虎的时候 如果他打虎成功的话 那国民党还有希望 最后他那个打虎被宋美临给告砸了 那政权就丢了 所以这个我讲我们现在回顾历史 看中国的大历史和世界的大历史 你就会有一个信心 就是我就很佩服台湾有一个高中的女老师 他讲的精彩 那就是要给年轻人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呢 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这个东西比你在那里讨论 给点小文小会了 什么福利 什么找教会 这种事情 眼光就要大得多了 否则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更不能把握国家的命运 好 我又说远 没有没有 我敢说很多 你刚才说那些东西 我在今天做节目之前 我看了一篇 这个经济学生上在11月份发出来的文章 这是他的副总编辑写的一篇文章 他是讲2024年的一些展望 他其中有一条 我看了吗 觉得蛮有意思 跟你分享一下 他说到2024年 这个世界上将会有过半数的人 将会参与到他们自己的选举之中 这将是头一次 在地球历史上的头一次